盘点二战战场上四款德军黑科技 这四款武器越往后越疯狂 垫底的是V1飞行炸弹 又叫V1巡航飞弹 它的起源是无人驾驶飞机 二战时的无人机还停留在 作为防空炮手的训练靶机这个阶段 但德国人显然不满足 他们希望把这种训练工具变成致命武器 1934年飞行炸弹方案被提出 这种想法非常超前 1942年 德空军研制出了这款FI-103无人驾驶飞机 也就是后来的V1飞行炸弹 该武器翼展5.3米长7.9米 从外观来看就是一架普通的飞机 尾部安装一台喷气发动机 来提供强大的推力 最大射程足足有280公里 发射后就交由自动驾驶装置控制 打到目标上空后 主流板打开补充撞击目标 其机体内部的850公斤炸药被瞬间引爆 在整个二战中 德国共制造了约2万到3万枚这种V1飞行炸弹 V是如今的两种最致命武器的原型 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 第三名M1-262喷气式战斗机 可能大部分人了解的二战战机 都是这种以螺旋桨为动力的战机 而德国的这款M1-262 则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种用于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 不仅将战机的飞行速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也奠定了此后战斗机的发展方向 1939年原型机首飞 1944年正式服役时就表现出了极其出色的战斗力 其先进的性能能碾压一众老式的螺旋桨战机 但生产数量仅有1433架 远达不到扭转战局的需求 第二名古斯塔夫列车炮 视频中这款全长41米多的283毫米口径的K5单轨列车炮 已经足够疯狂 但希特勒仍不满足 他想要口径更大的超级巨炮 1942年克鲁波终于制造出了这门800毫米口径的超级巨炮 古斯塔夫列车炮 全长47米多 重达1350吨 它是人类历史上制造的体积最大 重量最重 摧毁能力最强大 且参加过实战的火炮 1942年古斯塔夫一炮7吨重的穿甲弹 直接干穿了苏军的1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程 并精准地把里边的弹药库引爆 爆炸场面宛如末日 喜欢的话别忘点个赞 第一名V3炮 这是德军为了扭转战局的三号复仇武器V3 这是在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下建造的一款多截远程大炮 希特勒希望将密集的火炮轻松打到英国伦敦 为了不辜负元首的厚望 该炮立即在法国米摩耶克斯堡建造并测试 供建造了50门 每门长度达到惊人的150米 因为是多节炮身结构 每一个炮身左右两侧都有一个火药室 外观就像一个长长的武功 发射时最下端的火药室最先点火 使炮弹开始运动 随着炮弹快速飞过各阶火药室 各阶火药室也依次点火 使炮弹不断的被一次又一次的加速助推 使炮弹的出速度达到惊人的1.8公里每秒 据估算 V3每天能向伦敦发射600吨的密集炮弹 但就是这样的秘密武器 却在1944年被盟军发现 因为该武器固定在血坡上不能转向 炮身又极其庞大 英国617连队在轰炸中将其摧毁